透过木工实作,期望能够为传统产业注入新能量 有别于许多年轻人的眼高手低,家具产业的第三代哨动 选择到工厂木工实作,注入新的能量 在之前其实对这个产业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也没有说太多的想法 就是觉得说,应该就是创造一个品牌 然后让人家信任,让人家喜欢,甚至是追寻这样,追求这样 那其实到了工厂之后,其实觉得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它除了说,就是这个品牌要怎么去经营 然后要定位在什么位置 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去设计家具 然后到最后是整个制程等等一连串的一个制程 这样子其实是很多细节要去思考 家具跟室内设计这两个的关系 好像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我觉得在定义一个空间的 就是要如何去定义一个空间 应该就是由家具来定义 那我今天是在做家具本身 因为会思考到很多细节 比如说一个人在这里面 要如何去使用 跟他这么做舒不舒服 然后会比较考虑到有比较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对于整个设计思维是有提升的作用 新生代的家具人姜子敬 在大学是学室内设计 毕业后从工厂木工的实作 加上学校所学的应用 让姜子敬对家具产业的思维 有更高层面的提升 十方新闻 环慧如检玉林 台南采访报导 你还能够想得到 找到中间 谢谢大家 请大家 谢谢大家